為什麼去把他報費呢? 事實上的話從倍證4567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他那部是老辯子1993年的 市場上價值大概不到10萬塊錢 撞過的車子更不值錢 那今天他光修理費 就大概將近20萬 二手零件的話至少要8萬塊錢 那我想大家都很內行的 這種情況之下你會去修理嗎? 你當然是把他賣掉或者是報費掉 那當時他是要報費掉 拿1萬塊錢的報費費用 可是那個車商認為說 這個不用報費啊 我自己有這些零件我來修理 你賣給我好 所以兩萬三千塊錢要跟他買 他當然賣啦 可是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說 這部車子有撞到人 所以賣了之後事實上 報紙上開始電視上在報導的時候 他的未婚妻 就趕快打電話給那個車商說 欸我要跟你買回來 這個車子好像有點問題 是這樣子的 可是一個小時之後呢 警察就開始行動了 那麼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出來 他本身沒有毀失滅積的這些行為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各位要稍微去用這個證據 來做一個比對一下 那麼第三點 媒體報導說 他是一個死惡不色的人 他是個壞人 那麼要挑起那種 義和團排外的事件 我認為非常非常不公平 這些在台灣的這些外國人 像艾琳達 Jerome Kittin 大家都知道 甚至本來今天要來的這個 文汝賓也是一樣 娶台灣的女子 為台灣做這麼多的事情 怎麼可能是那種人呢 那麼現在今天就說 有一個台北市議員 召開了兩次記者會 說啊 這個林克影很壞啊 被害家屬委託我這個市議員 來去跟他談判 要求2300萬的賠償金 他竟然不理我 而且很傲慢的跟我講說 我只願意賠1萬塊錢的美金 32萬塊錢的台幣 那所以呢 挑起了這個整個社會大眾 反林克影先生的這個情緒 那麼林克影先生可以跟各位很明確的講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市議員 也從來沒有跟他通過電話 也沒有跟他的助理任何人有通過電話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那這樣不是這樣子在製造社會的這個對立嗎 那事實上 事實上 這部車子不是林克影先生的 這部車子是美英商恩喜策略傳播公司 他所屬公司所有的 有投保了200萬的這個意外險 那這兩個200萬的話已經 160萬已經交給被害人的家屬了 40萬塊錢的部分的話 這個星期我會幫他申請下來 總共會賠至少會賠給被害人家屬200萬 但是不是林克影先生賠的 是他的那個公司投保的這個金額 至少先讓被害家屬有一個補償 那至於呢 林克影先生沒有去這個被害人家屬那個地方 跟他致意 是因為他一直跟大安分局的警員 還有檢察官說 拜託你給我那個被害家屬的住址 電話我跟他們聯絡一下 大安分局員警跟檢察官都不方便 都不提供 所以才錯過那個機會 那這些事情的話希望說 今天我們提出來的這個跟我相同提給法院的 請各位記者先生小姐能夠稍微把它平衡報導一下 那今天的話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為什麼禮拜五第二次開庭的時候 林克影先生又被當庭這個收押 然後呢交保後傳 那這個部分的話 剛才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稍微有提到過 就是說Dr.Einhorn 建議說要對這個微軟採取這個法律行動 因為呢 當時他在台灣 大概是1998年97年的時候 那個是替一家公司當經理人 那麼那個公司裡面 員工用的這個大補貼 一些軟體是Microsoft的軟體 可是呢 那個公司的婦人跑掉了 然後他跟他講說 我是公司的經理人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也不應該負責 可是因為他沒有辦法很正確的表達中文的意思 然後呢 那個 檢方跟檢方的話 很多事情都是像這次一樣 硬是扭曲 所以呢 他如果這樣子不公平對待 所以他才離開台灣 但是他也因為他自己本身很愛台灣 所以呢 他把那一本舊的護照把它作廢掉 另外改個名字 申請一個新的護照進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 這個不是什麼 這個所謂的故意犯罪重大的事情 甚至這個牽扯到很多的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就是台灣 台灣很可憐 就是說整個政府部門包括立法部門的立法 全部都受到美國的這個壓迫 美國用301 然後要求我們的行政部門 司法部門針對這個 所謂盜版軟體的一些問題呢 用很嚴厲的手段來處理 那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 他當時聽了一個錯誤的一個建議 就是說 你就走了 換個名字再進來 那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跟我剛才提的這些不實的信息 當然是有關聯的 就是說呢 我們很習慣 我們很習慣 我們很習慣一個 所謂的 習性 推論 習慣性的推論 這是法律的用語 所謂習性推論的話 就是說 你是男人 你喜歡這個跟你人調戲 那麼今天那個女人 被發現說被強姦或怎麼樣的話 那一定是你 或者說剛才講的 你為什麼要逃跑呢 你一定是做了這個壞事 很習慣的這樣子推論 那我想這個也是 一直在講 很多事情要看證據 有一些這個所謂的這個情況證據 或者說虛偽的 不能這樣子就推論 林克穎先生 有這個 駕車 撞死人 的這個事情 那麼我今天把這個重點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待會聽取各位的這個問題 那在這個之前 我請林克穎先生 針對他自己涉嫌的這個事情 表示一點意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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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判他罪 意思是說 你沒有證據 或是沒有證據的話 不應該找一個人是 guilty 判罪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 因為我在台灣那麼多年 我都是幫台灣政府 還有台灣的一些大企業做外銷 我都沒有碰到台灣 這方面的問題 那麼的 我碰到的記者 全部都是外國記者 都是說Reuters啊 BBC啊 還有CNN這樣的記者 這是我第一次碰到台灣的記者 那我自己有點被嚇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那麼 那麼 對我 講的話那麼的 怎麼說 比較不公平 因為 像我第一天去那個大安分局的時候 第一天出來 一出來大家已經判我罪了 那我是覺得這個有點 蠻離譜的你們資料 聽到就是那個大安分局的人跟你們講 這是他那你們就認罪就是他 這個 要看那個 Evidence 是的 這個Evidence的部分 跟到現在我們律師還是要跟警察要 他們 警察官一直說不方便給 所以我是想說到底是他們有什麼東西可以證明我有開這部車 那而且我很好奇說那個 酒店的那個老闆 還有酒店的那些員工 為什麼沒有人去問他們 你們這個開車 裝大人 之類的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 一定要是百分之百 就一定是我開的 他們 我們就有一個錄音袋 錄音袋裡面就排得很清楚 就是他的員工是坐在 Driver Driver 就是那個 家居座 然後錄音袋很清楚看到我是坐在 Passenger的 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錄音袋沒有任何的錄音袋看到我們兩位 就一部錄音袋而已 除了這個錄音袋沒有任何的袋子 那就 那一個有另外一個袋子是看到那個 跑車小弟 那個錄音袋 我有看 因為我有後來有拿到一些 檢察官的 這部分的 一些圖片 從圖片可以看到很清楚那個時間有改過 那個同一個圖片上面有三個不同的時間